中国外长换人掀起了满城风雨 而泰国则是总理到现在依旧难产 泰国大选已经结束两个多月了 现在却没有总理 在野的前进党在皮塔的担领下胜出 是国会最大党 所以皮塔被推举参选总理 但是遭到军政府极力的阻挠 在第一轮选举差52票 没办法 原来要再战第二轮 结果军政府掌控的参院 直接投票否决了皮塔再提名的资格 宪法法庭也说皮塔违反选举法 暂停了他的议员职务 透过政治和司法的两面袈裟 军政府紧紧的卡住了皮塔 他已经无望成为总理了 没有总理的泰国 街头充满了支持者的示威 而抗议落败的军政府 也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 泰国总理又难产了 原本参议院预定27日 举行第三轮总理选举 众议院议长周二宣布 延后时间再通知 此举又激起民众的怒火 痛批五月大选都过去两个多月了 落败的军政府还想把持政权 不让获胜的前进党领导国家 泰国今年五月举行大选 在野的前进党在皮塔的领导下胜出 共赢得151席成为国会最大党 皮塔与前总理塔克星所创的维太党和其他的小党组成了八党联盟 皮塔获推举成为新总理人选 泰国参议院是由军政府任命的250名议员所把持 皮塔在7月13号第一轮投票中 离当选门槛差了52票 杀鱼而归 他准备好再战第二轮 第二轮投票时 军方保守派的参议员干脆不演了 直接封杀皮塔 投票否决了他再提名的资格 同一天宪法法院也做出裁决 认定皮塔涉嫌违反选举法 下令暂停议员的职务 皮塔在第二轮选举现场 收到了法院的通知 在政治和司法的夹杀下 被迫当场离开 皮塔被取消资格后 大批支持者在国会外抗议 有人还比出不雅的手势 辱骂军政府指派的议员 宪法法庭外 同样聚集了愤怒的民众 学生们也在曼谷的街头 静坐抗议 皮塔目前由两件官司缠身 首先是他被控持有媒体股份 但在参选时没有申报 违反了选举法 另一件是贱卖自己的土地 进行价值不对等的交易 被怀疑内情不单纯 在被问到争取总理失败后 有何感想 皮塔说他没有输 皮塔之所以成为军政府的 眼中钉 主要是他的竞选政策 挑战了军政府和皇室的权威 他承诺上任后 要修改冒犯君主罪 还给人民言论自由 皮塔选总理已经无望 他所领导的前进党只能交棒 让维太党重新组联盟 推举他们的总理候选人 目前最有可能的人选 是60岁的房地产大亨赛塔 预料维太党会向军方 做出一些妥协 换取他们对总理选举上的支持 泰国街头示威运动 有扩大的趋势 国际专家认为 如果维太党的候选人 能够顺利当选总理 街头运动很快就能平息 但若是军政府持续阻挠 甚至与维太党协商 硬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抗争绝对会遍地开花 TVBS新闻总额报道